大家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中间商的一个购买行为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主要的类型 第一个是购买全新品种 那么你比如说我要开一个专门经营 国外进口食品的一个超市 那么我的购买的产品呢 肯定主要来自于各个国家 肯定不是我们国内一些食品 第二个选择最佳卖主 那么最佳卖主呢 所谓的卖主肯定也是指什么 供应商 那么如果说我是像沃尔玛 加勒福这样大的中间商的话 我肯定有资格去选择我的最佳卖主 我可以挑很多的供应商 那么第三个呢 是寻求更佳的条件 那么像我刚才说的 沃尔玛它的供应商有上万家 它每一个品类的供应商呢 也有很多 那么此时它有足够的权利去找 什么更适合它的供应商 比如说啊 那么沃尔玛采购它的牙膏供应商 比如说它有保洁的 有联合利华的等等 它就可以跟它谈很多的采购条件 比如说我限定你七日内到货 我限定你到货的各个的种类的具体数量 再比如说我是先收到你的货一个月 或者说三个月以后呢 再跟你结账等等 它总会在每一个品类中选择最好的供应商 跟他们谈到最好的条件 原则肯定是更多的占 更多的占用什么供应商的资金 那么更多的为自己降低成本 这是一个中间商所追求的 好 那么我们在这看一下 中间商主要的购买决策 那么主要分为这三种 第一个配货决策 那么如何配货呢 也就是说如何进货呢 我们可以将它分为四方面 第一个独家配货 也就是说在某一个品类的产品中 你只有一个供应商 你把所有产品的都交给一个供应商来做 第二种我们称之为专身配货 也就是说只有少数的两个货 三个供应商 而且合作的时间也非常长 长久的合作关系 第三种广泛配货 也就是说我在采购某个产品的时候 我会去寻找更多的供应商 那么最后一种是杂乱配货 那么这个呢 很少有企业采取这种 一般是小型的这种零售超市采用 那么杂乱配货是指 我不同品率的产品来自于 很多不同的供应商 不同的行业 好 这是关于配货的决策 一般有这四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我们看一下 供应商组合决策 大家知道做中间商的 比如沃尔玛 加勒福 等等 那么他们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呢 有自己一些原则 还有方案 比如说他们要采购一些食品 那么每一个食品的品类呢 他们肯定不是只找一家供应商 他们会选择多家 那么为什么呢 一个主要原因是 选择多家供应商 让他们之间存在竞争 有危机感 这样子他会有更多的话语权 跟供应商进行谈判 这个重要原因 那么第三个 供货条件决策 这个供货条件决策 也是需要企业根据自身的实力 与供应商去进行谈判 比如说你是一家地铁口的一个小超市 你在与类似 娃哈哈 农夫山泉等一些大的圣山厂商谈判的时候 你的话语权会比较小 那么你得到他们的进货的价格 也会稍微高一些 那么反之 如果你是沃尔玛加勒福 这样大型的中间商 那么你在与娃哈哈 农夫山泉等进行谈判时呢 那么你的话语权肯定要大一些 相应的 你得到他们的产品的价格 肯定要低很多 好 那么关于中间商购买新闻呢 就给大家说这些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